本例题为弧长 求局限x等于6分之1y的三次方加上2分之1y的负一次方 在y是属于1到3这个区间的弧长 首先我们将局限x等于6分之1y的三次方加2分之1y的负一次方 在y属于1到3的图形绘制下来 所以是下面这个图形 所以我们要求的弧长就是y是从1到3这个范围这一段的弧长 那首先我们令g of y是等于6分之1乘上y的三次方加上2分之1y的负一次方 所以我们去求它的微分 这个g的微分它就等于2分之1y的平方减掉2分之1y的负二次方 我们再整理一下它就等于2分之1y的平方减掉2y平方分之1 因此曲线x等于6分之1y的负一次方在y属于1到3的弧长为 我们看下面哦 所以我们要求它的弧长 弧长的公式就是l会等于积分a到b 然后根号里面是1加上g的微分它的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些带入进来 l就会等于它的区间是从1到3 因为y是在1到3的范围 那1加上这个g的微分的平方就是我们刚才求的 g这等于2分之1y的平方减掉2y平方分之1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再来要对它做平方嘛 所以我们把里面这个平方向展开 所以积分的范围一样是从1到3 那根号里面就是1加上4分之1y的四次方减掉2分之1加上4y的四次方分之1 所以根号里面我们整理一下 它就会等于积分从1到3 根号4分之1y的四次方加上2分之1加上4y的四次方分之1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这个积分的范围一样是从1到3 那根号里面就会变成2分之1y的平方加上2y平方分之1 它夸乎的平方下去做积分嘛 所以这里的平方跟这个根号我们把它开出来嘛 所以它就会等于积分从1到3 然后里面是等于2分之1y的平方加上2y平方分之1的积分 所以2y平方分之1我们把它写成2分之1乘上y的负二次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它的积分 2分之1y的平方下去做积分 就会等于6分之1y的三次方 加上2分之1y的负二次方下去做积分 就会等于负的2分之1乘上y分之1 那积分范围是从1到3 再我们把它的值带进去 它就会等于6分之27减掉6分之1 再减掉6分之1减掉了2分之1 所以我们括号里面做运算 它就会等于6分之26减掉负的6分之2 就会等于6分之28 那我们再做一下化减的动作 它是等于3分之14 所以3分之14就是我们这一体的弧长